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夏妙妍 今天我做的这个 梭基资料草月楼的作品 就是第五本书的第十八章 就是日文就叫做 Ugoki Hyogen Sulu 就是Explacing Movement 就是表达你的动作 表达这个作品的动感 这个就是今天的作品 而我用的花材呢 我用两个花瓶 左手边这个就是白色 好像的人仔那样 用的花材就有日本的土佐水木 Tosamizuki Tosamizuki 日本的土佐水木 右手边这个我看到 橙色的白盒 其实它就是属于白盒科的小太阳 Yuri Fuchisorei 白盒小太阳 Yuri Fuchisorei 至于金堂示范的老师 就是Kaomoto Sensei 江本老师做的这个作品 就是属于第二本书的第十一章 就是叫做第五应用纳真形成花 Dai goe yo ni sen ke mo li ba na 那老师用的花材呢 你看到粉红色这些粉红紫萝兰 很漂亮 其实它叶方面用了两种 比较长 绿色这些呢 其实就属于叫做Sweet Peer的叶 而下面你细心看 其实那些长长的叶 它是很有趣的 它是外面是绿色 内面是金色的 所以这种植物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Gravillia gold 亦都可以是属于银华叶的一种 或者是叫做苗木 接着呢 这个就是继续是江本老师作品 Kaomoto Sensei 它这个就是Yugagari 就是第五本书的第九章 是由地上升起做的草与楼作品 它用的花呢 有两种红色的呢 红色的花就是Zibaki Yabu Camelea Bush 海色楼花 亦都可以属于茶花的一种 白色的 高一点这些白色的呢 就叫做Zibaki Yabu 很多时候在女生家茶道做茶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到这一种茶花的 叫做Zibaki Yabu 都看一下另外的老师做的 由地上升起的这些作品 真是很优雅的 主要由上面看下去 看一下其他Sensei是装饰的草与楼作品 Sorges West 其实在我的YouTube片里面 看习画 亦都会看到草与楼的作品 还有会学到日文的 尤其是花语 今天下面完成的草与楼作品 记住了 就是第五本书的第22章 这个就是日文叫做 Ukwoki Hyogen Sulu 就是说Expressing Movement 用的花材 另外左手边好像人仔的一个 我就是用了日本的土座水木 Tosamizuki 而右手边的 看到这个白盒 橙色白盒很漂亮的这个 就是属于白盒的小太阳 Yu-li Fuchisorei 好了 记住 这个作品其实是表达这个动感的 就是Expressing Movement 就是第五本书的第22章 就是Ukwoki Hyogen Sulu 好了 今次我就做这个作品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可以like 和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Hello This is Dr. Serena Today I'm demonstrating my Ikebana art of book 5 Ikebana chapter 22 I hope you like this one Expressing Movement If you like this one Please subscribe Hi 皆様 私はセリーナ博士です 今日 初月流の内容は あの 大光の22の動き 表現するの初月流作品です 好きだから お登録してください また今度 视频 cho 开始 눅 remove